14年間連環奸殺了11個女子而被判死刑的高成勇 目前被當局以一級應對措施 機押在甘肅白銀區的看守所 最近內地媒體公開高成勇被判刑之後的訪問片段 表現平靜的高成勇探紙以往的成長經歷 在你的成長的過程當中有沒有那女孩子欺負過你? 沒有 你? 我那個時候 我們那個中央那個孩子這回沒有女的 這個時候那個時候男女女都不說話 就是上學的學生 上中學的學生都不說話 你覺得你自信嗎? 不自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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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種不自信的一直都有嗎? 一直都有 一直都有 一直到現在呢? 嗯 能牽涯一下你自己的這個生活嗎? 不能 有文警就說高成勇不容易向人表露他的內心世界 但是曾經和他進行心理測試去了解他的想法 當時我做的這個房租人的這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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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情況 他這個你看 他之後畫他的這個人是個裸體 他畫的這個房子你看他像個猛 你看他自己畫的猛 這個樣一看就是個狠手 像個妙 你看 這就是他內內心的東西 嗯 就是從這個角度上說的話 就是他這個人格的分裂嘛 表現出來的他這個人格呀 表面你看他這個表面情況是很很善良的一個人啊 不是不是不是不太不想言談 但是他內內心世界跟他這個表現出來 都完全相反 文警又說高成勇說一開始犯案是為了求財 但到了後來強姦被害人 包括8歲的小女兒等 和以殘忍的手法去對待屍體 是為了尋求刺激 事實上他多次犯案 一共都是搶了大約100元和3隻金戒指 文警又說高成勇希望死刑能夠早些執行 盡快了結事件 不想影響到他讀研究所和大學的兩個兒子 金屬白銀案在1988至2002年發生 但直到2016年才將高成勇拘捕 在上個月的一審之後 高成勇明確表示不上訴 目前等候死刑覆核程序 現在請等待